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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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開始 我進入了學習水物畫 最初的時期 我是自學先的 後來進入了Hong Kong Youth Space 跟到一些大師級的 好像洪海老師一樣 去學習水物畫 真的是一個on site 做了絕大部分的art work 然後回來再調節了一點 我覺得的感覺就是 更加有我自己 我看上去已經整個當時的環境 各樣東西已經出來了 給我的感受是很強的 我都希望你有機會 將這個故事跟別人分享 我寫三個時間 不只是寫我面對的見識 我需要學人民地理 環境 和當時我自己的感受 你對那個地方的認識 越深 你的作品就越有一種感情 還有一個內在味 在這裡 我很傾向這個空間感 這是我們中國畫 裡面很多時候 很重視的一部分 海和山地面 好像連接著 全部反黑 反而天邊有一道光 給我的感覺就是 一個這樣的構圖 是在大自然裡面才可以找到的 這是這個作品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 無論你看遠景或近景 你都有不同的感受 每一個層次其實就是光 走的一個速度 每一個速度 其實它會停留幾秒的時間 我把握了 去捕捉了 去停留的 好像一個時光的timelapse 一個紀錄 紀錄了我們當時的思維 當時的感覺 中國畫裡面 很少用到這方面 那麼當代感的 那個意念去做一個創作 所以這系列裡面 我自己覺得很有那種時代感 當代感 Momentary Series 是一個瞬間系列裡面 我覺得這些作品 會令到人家的心境很平靜 我們都要很平靜 很安樂地去過度這個時間 那些作品 那方面我覺得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個應該是今年2月3月那段時間寫 心情應該是比較沉重的 那時候不能出街 但你覺得大自然都是這樣走的 我們人類也是這樣 繼續生存 繼續活下去的時間 我們只要找到我們需要的營養成份 那我們會繼續去發展 寫畫 反而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很好的 將你內心的期望 寄予可以放在這個作品裡 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